疫情嚴峻的吉林省通化市 从1月18号延夜疾风小区之后又丰户 当地政府实施严苛封锁不顾百姓民生 导致大量市民断粮断药 民众在极度恐慌下 甚至出现砍人跳楼上吊的极端事件 在引发全中国民众关注和炮轰后 当地官员才道歉 要求所有基层工作人员协助配送物资 但通化市长在央视的发言 却又引发百姓反弹 在这个落实的过程当中呢 还有一些环节上没有 没有就是说这个落实到位 所以说出现了一些这个 个别的一些居民 有一些这个情绪 有一些这个反应 米包括我们的肉蛋菜都非常充足 整个的储存量呢 能够满足14天的要求 现在没有屋子了 现在都开始每家每户 只给四袋 只给四袋方便面 两个大白菜 一个鸳鲲 两个头肉 五个方便面 民众爆料不同区的分配严重不均 高档社区得到的菜样比较多 老城区的有的只拿到泡面 有市民在网路上很酸写道 这是如此充足的粮食储备 另外还有民众拍摄到志愿者送米 后面尾随八个工作人员负责拍摄 又要拿来作为大外宣 吉林省这波疫情主要是黑龙江 一名无症状感染者的传销员 导致上百人被感染 26号上午 黑龙江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通报累计确诊病例464人 不过从网友上传的视频发现 疫情还在发酵 1月25日黑龙江哈尔滨市忽兰区 马路上出现一长牌的大客车 到了晚上这些大客车从小区载走不少人 黑龙江道理区明安街的果当家超市也出事 大批救护车拉走不少人 1月24日江苏镇江市润州区国庆河一小区 也封闭管理 全小区做核酸检测 隔日镇江市国庆河一小区也来了6辆客车 在居民区集中隔离 另外近日在贵州 一名女子在社交软体上说了一句草包之书 立马被警方跨市靠走刑居引发极度关注 最终在舆论沸腾下官方终于回应此事 表示传唤过程违法撤销对女子的行政处罚 并停止调查相关人士 不过中国网友仍不领情 纷纷很酸 好大的官威 赵立坚不是说过 在中国任何人不能因言获罪吗 老婆书记老公警察 这一家人果然无敌 新唐人亚哈电视综合报道 新唐人亚哈电视综合报道